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一生为子女操劳费心 后来才发现自己一直被子女算计 那是多么的痛彻心扉 让人心寒 刘大爷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还算是有孝心 也算老来安慰了 但是最近在家里帮忙收拾房间时 发现了儿媳妇柜子里的东西 当场就气昏倒了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刘大爷今年61岁 年轻时在电力公司上班 现在退休工资一个月有五千块钱 老伴半年前去世了 刘大爷仅有一个独子 现在三十岁了 儿子没啥出息 这么多年也没能挣到钱 更没买到房子 所以一直和刘大爷住在一起 前几个月 刘大爷的儿子总算结婚了 结婚以后 刘大爷的房子就成了婚房 婚后 儿子和媳妇就一直和自己住在一起 刘大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刘大爷买的房子 面积有一百五十多个平方 完全也是够住的 刘大爷是个老实勤劳的人 退休以后 自己没什么事情做 自从儿媳妇怀孕之后 刘大爷就喜欢研究一下厨艺 整天为儿子和儿媳做营养丰富的大餐 刘大爷自己也很讲究卫生 也闲不下来 没事就爱把打扫和整理家里 儿媳每次都开玩笑地说 公公爹这么勤快 外面一万块的工资都赶不上了 在刘大爷眼里 儿子和儿媳对自己也还是不错的 平时也会给自己买新衣服 偶尔也还会给自己洗洗脚 这些都让刘大爷十分欣慰 一天 刘大爷正在家里准备洗菜做饭 结果接到儿子儿媳的电话 说老丈母娘过来了 今天不用做饭在外面吃 刘大爷心想 既然亲家母远道而来 出去吃饭也是应当的 刘大爷就一直等着儿子和儿媳妇 中午打电话给自己 叫自己出去吃饭 结果刘大爷等到下午两点了 也没能等到电话 他奇怪 是不是亲家母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赶紧打电话问儿子 结果才知道 他们早就在外面吃完饭了 儿媳觉得叫上公公爹太麻烦了 自己儿子也默许了 这件事情让刘大爷很失望 很伤心 本来也是件小事 但是他始终觉得 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做得不对 但是刘大爷想到 平时他们为自己买衣服的这些好 也就无奈地默默接受了 一个周末 刘大爷如同往常一样 帮儿媳收拾房间的时候 看到儿媳梳妆抬乱七八糟的 就帮忙整理了一下 然后看到儿媳的衣柜的抽屉是打开的 里面放着些广告宣传册 他很奇怪地打开看了一下 原来广告全是一些养老中心的宣传 刘大爷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抽屉里会有这种东西 而且广告里的这些养老中心 都是低质的 环境也极差 突然刘大爷看到旁边放着一叠信签 刘大爷打开一看 原来是个保证书 上面写道 孩子出生以后 自己保证想尽一切办法 让父亲搬离家到养老院住 以后让丈母娘来到家里带孩子 每个月按五千元付给丈母娘工资 如有违约 以后父亲的房子就归女方所有 落款人是自己的儿子 刘大爷看到这些心里万分难受 他突然想到 前段时间儿媳把自己的退休卡拿去了 说是为了以后方便给孙孙买点奶粉 刘大爷也没有多想就给他了 刘大爷越想越气 原来这一切都是儿子和儿媳蓄谋已久的 就是想着把自己赶出去 还算计着自己的养老金 而面对儿子的懦弱 儿媳的无情 刘大爷心里越来越郁闷 突然眼前一黑倒下了 幸好当天小区物业带着电力公司的人检查电路 发现了昏倒的刘大爷 赶紧把其送往医院抢救 刘大爷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引起的昏倒 幸好及时赶到医院 算是捡回一条命 苏醒后的刘大爷 看着病床旁的儿子和儿媳十分陌生 他什么都没有说 对于在衣柜看到的事情 他也选择一字不提 只是冷冷地对儿媳说 叫他把退休卡还给他 他现在很需要用钱 看到了刘大爷的故事 制衡的心情十分的沉重 对于老年朋友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能打击到老年朋友的又是什么 老人们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像这种不懂得感恩的子女 你为他付出再多也没用 他只会算计和抛弃你 很多老年不懂得止损 像这种自己亲手养大的白眼狼 你就不应该再对其抱有希望 自己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才是正确知道 我建议老年朋友 余生的路不知道还有多长 但必须要学会放空和放下 面对子女要学会自私 自己的钱也要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感谢观看